6月13日晚,杨朝月通过微博写道 我差点就没身份了,今天一堆人给我发消息 经纪人给我打电话,你身份证丢了,你知道吗? 我想我是没知道,感谢两位好心的师弟好人 我上一任身份证也是这么走丢的,没有回来过 和我最爱的小绿包,同时曝光的夏之光的聊天对话 从信息上看,杨朝月居然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丢了 直到夏之光告诉,是周震南在盒子里看到的他才有所醒悟 看来也是一个小迷糊,无疑了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